这个是脆油买的片料 这个片料挺好的 这有手镯 这个打手镯好看呀 这个做出来手镯能值个1800 可能一千一千往上就可以了 不管是手镯还是柱子 底色还可以可以做一个手镯一串柱子 但挂件建议不用建议做 挂件的话有棉 就是镯子跟猪肠 练练吃进去 但是这个可以再一套一下 可以再准一下那个贵妃啊 表面没什么脸 他妈的这就吃进去 吃进去了 很正常他变像有才哥他经常 经常压住来都是这样 表面看你压住来都是 表面没有人进去一道链了 可惜呀 要不这手多 起码也吃个几千块 就有一道链 对 可惜了 现在就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赌贵妃 贵妃的话 他是 呃 就是弧形的嘛 还有一个机会 就这样赌一个贵妃 这有道理啊 你最大压嘛 压贵妃 用机器压两个 压一个小镯心 旁边的压一个 我一百块 你有这么小 走吧 我们去参观一下 这手镯是怎么压出来的啊 到这个大小座呀 然后这个内圈的话就打好了啊 然后准备把这个外圈磨一下 然后 这边还是有一条纹啊 看能不能打薄一点 把它打没掉啊 呃 希望能做好吧 大薄一点啊 只能打薄一点啊 还有一点点 它没办法了 那只能这样了呀 那你签九台咯 每天要压就来咯 还不算压了 哎呀 não 这一道别是吧 我还不算压的 然后这个手镯终于是压出来了 本来是压的一个圆镯 57的圆镯 无奈这个镯柄 上面这里有一条裂 没办法了 只能把它退而求其次 只能把它压小一点 做一个贵妃 然后现在贵妃是泡光出来了 贵妃的话 其实料子取货还是不错的 料子虽然有点绵 但是它种质 总够老 还带点飘花 但是可惜的是 看一下 这里还是会有一条文 这个猎吃得太深了 只能往里面磨 所以说 这手镯胚 真的是也非常大的毒性 你这个料子取出来看是完美的 但是切进去 那真不知道它里面变化啥样 真的是神仙难断秤欲 虽然有文 它还是值个一两天的 就是接下来这些编料 其实这种压珠子的话是挺好看的 但是翠友说想先寄回去留个念 然后说先不搞了 那等会我就一并给他寄回去了 怎么说呢 创作不易啊 还请各位且看且珍惜啊 记得一键三连啊 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啊 感谢各位的观看啊